事业这一块应该是我们现在看到 因为Google在AI这一块感觉起来一直处于 就是比较挨打的状态 它一直好像没有跑在最前面 可是在这一块笔记分析的上面 确实它做的比我们那个OpenAI来的好一点 因为毕竟现在虽然我们刚刚有体验过 ChairGD可以上传附件 或者你其他的AI服务也有上传附件的功能 但是可以容纳的这个文字的数量相对还是比较少 可是呢我们Google Notebook LM 它去年在美国就有推出了 但是一直到今年大概好像六七月份 才正式推出就是在其他国家 包括台湾繁体中文 那这个部分呢 因为它现在都是完全免费的 也就是只要你有Google账号就可以用 它最大的差别就在于 它来源上限最高是50万字 当然这个是以英文办形来讲 那即使你除以25万字全形的字 其实也都比现有的AI允许你可以上传的内容的量还来的大 而且呢你最高就是可以建立100个笔记本 也就是每个笔记本它最多有50个来源 然后文字的上限是50万字 这对于一般老师包括您用到的教科书 里面的内容可能都没有那么多 可是只要你有文字档 那这个文字档包括什么 可能你是PDF 可能是纯文字都可以 但是它目前不直接Word 所以如果您是Word的档 你要把它转成PDF 那它就可以帮你做分析 因为我们现在问ChubGT 或是一些其他AI的服务 最怕的就是什么 第一个 不知道是它从哪里拼凑的来源 第二个 它有时候太天马行空的 我又没有要它帮我找这个问题 找这个内容 结果它就帮我拼出来了 超出那个文本范围 所以我们用Google Notebook LM 最大的好处在于 你可以把你的提问的 就是那个资料的回答的来源 把它限制在你所提供它的50个来源里面 这样它被招惊 所以很方便的服务 那老师们呢 您可以帮我先登录这个 您可以先帮我打开我们的Notebook LM 好我这里也打开 目前呢各位老师 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的 应该会跟我下面一样 它会有给你四本范例的笔记 然后呢上面就是一个新增笔记 好那您先按一个新增笔记之后呢 预计 好你看这里 只要这样进来 它就会有告诉你 可以有这些来源可以用 那这里呢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文字 对不对 PDF啦 纯文字党 或是现在很流行的 这个MATAM语法 那最近上个月 对上个月底 增加了MP3 所以有些老师已经想到了 它的录音档 有没有 就把它上传MP3丢到这边来 那它就帮你把声音转成文字档 好 只是呢 目前来讲 它是帮你做摘要 所以 并没有办法让你把那个翻译出来的文件 就直接按下载 你要用复制的 而且也没有做比较好的分段 好 这是它的缺点 所以通常如果老师只是单纯的 想要把那个 就是您的比如说开会记录啦 或者像这样会议记录 还是访谈记录 老师的录音档 把它转成文字 然后变成比较好阅读的 我通常不会建议用这个工具 因为它比较适合拿来当知识库 比如说我今天去听了一个演讲 但是我没有空去 就是做摘要整理啦 或者我要提问 好 那你用这个会比较适合 OK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跟它授权 存取你的Google云端硬碟 所以您的Google文件 Google简报 它也都资源 就可以直接叫进来 万一真的没有 没关系 你把YouTube的连结给它 或者是网站的连结 网页连结给它 它也可以把你抓 不过目前YouTube 它只支援有字幕的 没有字幕的 基本上不OK 好 好 那真的都没有啦 你就自己复制贴上 也是一种来源 所以你看它的来源 其实真的蛮方便的哦 你看哦 它已经告诉你可以做这么多 有没有 包括研究的对不对 或者你的课程资料 那这样子 你就可以在有限的一个资料库里面 让你来提问 或者组织这些内容 就很方便 好 那我这边呢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 这个 这个我可以把它分享出来 没关系 这个是我今年写的文章 好 大部分有放进去 少数一两篇还没放的 我就把我写的文章 转成PDF交给它 好 当然老师如果要到我的部落格 一篇篇 增加来源 在左手边这边 有没有 增加来源 放给它 也可以 这都没问题 那它有找到了之后呢 你看在下面这边 我们就可以对话了 那我的对话呢 它就只会帮我 从26个 这28个来源 去找 而且呢 它 有了这些资料之后 它也会试着 去 帮你提出 我可能可以问哪些问题 有没有 这就是AI的好处 所以 比如说 如果我在这边问它 这个 请问 树文老师 有介绍哪些 呃 语音 转文字的工具 那它开始就找这些内容 那它开始就找这些内容 诶 好咯 那它也是有所本的 所以它也不是随便 回答的 那您看一下 有没有 其实您会发现 现在的发展 都跟我们刚刚介绍的 AI搜寻情 是一样的概念 因为 大家以前对确实区 最诟病的就是 都没有交代来源 对不对 你看 它说我从这五篇 有没有 从这五篇找到了 老师有介绍的 几个工具 那Valoo是其中一个 雅庭竹字稿 还有 OpenAI的Whisper Desktop 他有找到这些 那您都可以从这边去看 那如果您觉得 这个值得记录下来 你就可以按右下角 这个图钉 把它钉选 那这样就变成 是你的笔记了 你看 我的笔记 有没有就存在这边了 下次你就不用再问它了 直接打开就好了 那你如果想看它 点进去 就出来了 那如果呢 你想知道来源 就在下面这里 九段来源 有没有 我就可以从这边 再回去看 哦 原来是从这一篇 找出来的 这样你就可以找到它 然后呢 它有告诉你 这是哪一个PDF档案 哪一个来源 的那个文件 这样有没有很方便 当然如果你真的 我有需要手写笔记 也就是手动的 从上面这里 你也可以新增笔记 这里就是手动的 有没有 自己来记录 那它就会给你一个 比较基本的 这样的一个文字编辑工具 你就可以在这边做记事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 它使用上没有很难 可是呢 又可以很方便的 尤其比如说老师的教学工作 你可能有一些 文件资料 我就可以像这样整理 甚至你可以请他出考题啊 都可以 那如果你是行政工作 可能有些专案 会有一些文件 需要参考的 不要客气 就丢进去 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 它总共有 1000本笔记可以用 老师 一个账号就有1000本 应该够了 所以其实 是一个很不错的工具 而且您看 也可以像我这样 把它分享出来 如果你想要跟同事分享 就一起分享啊 反正资料整理起来的 大家一起用 好 这就是一个很方便的 一个 一个 笔记的工具 那这个 笔 单纯的 我们一直问确尔G 来的好用 因为有时候你问他 他的资料不在那边 他是找网记 网路上的 可是你的资料 我就希望 局限在 局部 那 你也可以看到 你看每一个来源 你点进去 除了你可以看到 每个来源里面的内容 以外 也没有发现 他上面也帮你做了 一个简单的栽要 还有关键字 有没有 重要的主题 这里都有 那你就可以 透过这样子 先对 这个内容 有些概念 只是像我刚刚讲的 他 并没有让你 就是啊 有一个直接下载的 这个动作 等于说 如果您真的是 拿来做那个 会议记录的翻译之后的 内容 要把它存下来 好 那你可能就是要 用复制的 所以这个呢 是跟大家先 简单介绍一下 一个好用 但是又非常 贴近我们生活工作 一个笔记的 Google AI工具 Notebook LM 好 请问老师 这样子 对这个工具 有没有什么问题 真的使用起来超快的 没有那个使用障碍 而且都有中文 那最近呢 最近 他有推出一个 可是这个 如果您是 像刚刚老师 有英语教学的 也许适合 好 但是 在这里 您可以按一下 这个 叫做笔记本指南 您会看到 在笔记本指南这里 他有告诉你 你看哦 你可以帮我生成 常见问题 有没有 生成目录啊 什么这些学习指南 这个都还好 可是重点在右手边 音讯总览 这个 很有意思 如果他有开始支援 繁体中文 我相信 很多老师会爱上他 因为呢 他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 我的这50个来源里面 他把它变成像 Packet这样 有两个人 主持人在对话 然后讨论的 就是我们这里面的内容 好 像 这边我先载入 进来 好 只是呢 比较可惜 他现在就是英文的 那我先给 老师们稍微听看看 我把 这个 分页 分享一下 好 您看一下 我们先听看看 那种感觉 这样老师有没有感觉了 他就是一个主持人 然后一个来宾 然后呢 他们两个在讲的 就是你里面的内容 所以我觉得 这个确实 有他的这个 好用的地方 那你可以把它汇出 你看 在这边 好 这个是分享的 好 然后呢 我记得他有一个下载的 好 在这里 你还可以改变速度 觉得他讲的不够快 好 我想听快一点的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就变MP3 所以就有点像 你只要有内容的 连Podcast的这种事情 好像AI都帮你做好了 那这个是我觉得 他很好用的一个工具 只是很可惜 他暂时还只有支援英文 那我相信 很快的中文的版本 就会推出了 那到时候 大家在用这个工具的时候 就会更方便 OK 那这样老师 对Notebook LM 还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想问一下 因为刚刚你分享 好 请说 请说 你刚分享那个笔记 我把那个连结 用汇入的 或直接贴上连结 都可以 都看不到内容 看不到内容 对 这有可能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老师 那你可以试看看 用我部落格上的文章 或者你网路上的文章 您试看看 好 你看像我这个 您就自己开一个空白的 好 自己的笔记 好 反正 只要是网页上找得到的 那您可以到这边 我们刚刚这里有一个 就从这边 贴上这个网址 好 插入 这样他就自动把你抓了 有没有 这样就进来了 然后你看上面 有没有跟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样的 只是要动手做 好 那您看 这个还没有深层的 他会像这样 有没有 深入探索 但是他有告诉你就是 紧线英文 好 所以你就可以按深层 那他可能要等 几分钟的时间 好 看你的资料量的多或少 他就会根据 刚刚的这个内容 帮你变成一个像 Packet的节目 好 这样 老师 老师OK吗 好 很抱歉 刚刚没有让大家看到这么多 其实说真的 我有试过他那个 就是那个上传 MP3的部分 老实说 大部分 你看 他MP3上传之后就变这样 没有分段的 所以我才跟老师讲 其实用他这样做 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但是勉强可以 如果你只是 就是想要有他的内容 但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笔记上问答 问那个演讲里面的东西可以 但是他 我觉得正确度没有 说非常的高 大概80几到90 你看 我还比对一下我原本的 就是跟其他AI比起来的内容 就是像这样 我就比对一下 我就发现 他有些字啊 其实 并不是非常的OK 而且最主要是没有分段 没有错啦 分段也可以叫AI做 但是 你叫AI再做一次的时候 我们 Notebook不会帮你做分段哦 这件事情他很有原则 我以前就想过 可以这样用 但是后来发现不行 可是如果你把这种 没有分段的丢给ChipGT 他虽然会帮你做 可是 我们一个演讲下来 那个时间其实很长 也代表文字很多 那ChipGT 不见得会帮你做 而且他在帮你做的时候啊 常常常会做一件事情 会把你的原文字上会做修饰 所以你如果没有仔细看的话 你会发现 他常常都把某些东西都改掉 所以反而得不到原稿哦 这个是老师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假设你要一比一 这种原汁原味的 完全不要让他动的 我都不建议用ChipGT来做 这个不见得比较好 我反而会建议大家用那个 就是语音转文字的服务来完成 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好 这样老师有没有稍微比较清楚一点的 这是特别在比多一下 因为他那个MP3的部分 是这两天才推出来的